肝癌是危害身体健康的可怕杀手之一 它可以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生活 最不能忽视的是 它在早期的症状不易被人们发现 没有特殊明显的现象 但随着肝脏肿瘤越来越大时 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明显的症状 如每天食欲不振 皮肤颜色变黄 肝区尤其是腰上腹的部分 出现常见的疼痛感等 有一个都不能大意 赶紧去医院核实 尤其是肝癌的高发人群 多发生在50岁以后的人 男性发生的概率要大于女性 如果你在这个年龄阶段 以下这四件会影响肝脏健康 那小事就别再做了 才能有效避免肝癌发生 50岁以后的人 避免肝癌就别再酗酒了 我国是名副其实的肝癌大国 但即使是这样 对于不是高发阶段的人群 患上肝癌的危险也会小 但如果你高发的阶段 就要警惕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本身肝脏功能 就不好 以及有慢性肝脏疾病的人群 在这种情况下 就别再酗酒了 长期的酗酒 虽然不会让你一下子就患上肝癌 但它会有肝脏功能的不断恶化 从酒精性脂肪肝 发展胃肝炎 进而发展胃肝炎化 最终又发肝癌 因此酒这个东西能少碰就别多碰 五十岁以后的人 避免肝癌就别是不安全的食物了 别看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好了许多 但日常生活中对待食物 更需要大家的小心与仔细 别是不安全的食物 如已经发霉的食物 腐烂的食物 变质的食物等等 这些食物对于人体的代谢器官肝脏 都将会是不小的伤害 除此以外 对于已经超过保日期的冷冻肉 冰肝 蛋糕 食用毒 也需注意别再因为一味的不舍得 对肝脏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五十岁以后的人 避免肝癌就别用为消毒的用具 肝脏疾病中的乙肝 在全国能够占到百分之七左右的比例 高发肝癌人群在接触这类人群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的就是用具的消毒 再去医院 捐血 或者是在看自己的口腔时 都有很可能会因为工具消毒不彻底 增加自己患上乙肝的危险 尤其是在血液上要特别注意 五十岁以后的人 避免肝癌就别结实过度 都说胖人容易伤害肝脏 但实际上受人也是肝脏危害的人群之一 受人更多的容易发生营养不良 当集体出现营养不良时 肝细胞在进行脂肪代谢的同时 也急易出现问题 进而让脂肪堆积在肝脏部位 诱发脂肪肝的发生 成为肝癌的第一步举 各位朋友 您今年多大了呢 知道要如何避免肝癌的发生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说说你对肝癌的看法 小宝贝 小宝贝 anything 合幅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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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